曹梦德夜夕扑阳 差点摆命搭上 幸亏点威鹤越尽 破除死命 保着他 这算把曹操给救了 这一仗败的 杀出来有几十里 才算收住脚 然后把他残兵败将收拢到一处 众文武啊 过来都给他道经 大伙一看 好些人都吓坏了 我的个天 咱们将军让人给打成这模样了 这还不得跟咱们老老的发这么一顿火啊 没想到曹操乐了 哎 猎公不必担忧 老夫一时粗心大意 中了吕布的奸计 此仇必报 随后曹操带着文武啊 就挨着营寨去走 慰劳那些个军校 哎哟 这些军校太感动了 你看看 咱们将军烧的伤那么重 还来看望咱们 这怎么得了啊 曹操看了看 大家的士气还可以 曹操和文武商议 老夫已经想好一计 要升秦吕布 郭家就问了 民工即将安出 您想的是什么计策呀 曹操摆了摆手 不说 第二天一早晨 从这曹营里啊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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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这怎么回事啊 吹开了三号了 满营的军兵啊 都穿白带笑 跟着就传出消息来了 说曹操昨夜夜西蒲阳 受伤过重 医治的晚了 曹操一命身亡 这下可怕吕布乐坏 曹操叫我给烧死了 好啊 今天晚上 我要前去捷营 把曹兵一网打尽 当天晚上三英时分 吕布率领两万精兵 傻笨曹营 还没到曹营的园门呢 甚至连那园门什么样都没看见 他的人马刚走在马陵山前 就听山上叨唠一声炮响 紧跟着彻底的音片的喊杀之声 曹操率领着人马 由山后就杀出来 这一切子就把吕布给刷懵了 吕布怎么能想得到 原来人家曹操是将计就计 这是诈死为名 假的 这气混战 尤打午夜之杀到天明 吕布带来这两万人马呀 连死带伤带投降 大概丢了一万八 最后他剩下两千来人 是落荒而逃 一口气跑进了濮阳 城门紧闭 吓得再也不敢出来了 这曹操好厉害 孟德打了胜仗之后 马不停笔 立刻二次濒临沛阳城下 两下又打上了 这么说吧 前前后后打了一百多仗 整打了仨月 曹蒙德想把沛阳收过来 把吕布灭了 灭不了啊 吕布想把曹操给赶走 也赶不走 就这么僵持着 时间太长了 两边啊 军粮都没了 军无粮自乱 曹操原来还盼望着呢 盼望着等把这粮食收割下来 再跟吕布决一死战 可是白判了 一个是他们两下一番苦战的 农民根本种不了地了 有的就算抢中了一些地啊 没想到这年还闹开了蝗虫了 好家伙 那蝗灾呀 就能骂着铺天盖地 忘记一飞的时候 把天都遮黑了 没用夺得火的功夫 就把地里的和苗 桑柳于怀的树叶 全都给吃光了 哎呦 本的曹冰给饿的呀 走道都直打话 感情夺勇的勇将也怕饿 一饿 眼就发蓝 有的那君族啊 站在那都不敢坐下 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这仗还怎么打呀 那真是白骨鹿鱼也千里无鸡鸣啊 曹操只得退兵眷城 眷城就是现在的山东蒲县 那个眷城 曹操退了兵了 吕布也走了 吕布上哪儿去了 上山羊去了 他留下一部分人 看着这蒲羊 这山羊在哪儿呢 就是现在的山东金阳西北 他出去干嘛去 找粮食去 那蒲羊城里十时九空 都人吃人了 这一闹粮荒呢 两家就算从此战且罢兵 就在曹操赫吕布 打了这么一百多天的时间里啊 周围那些列强诸侯 连个人管都没有 有的那诸侯离得还挺近 你像什么袁树 袁绍 桃钱 孙策 刘表 尤其这二元 这个衍州啊 就在袁树的南阳 袁绍的冀州的当中 这些诸侯啊 他们谁也不帮助 也不给两家解雀 就在那坐山观虎斗 他们知道二虎相争 必有一伤 最好这两只老虎都死了 这些诸侯好从中于立 你还别说 曹操这一打吕布啊 有的诸侯啊 还真占了不少光 谁呢 你就拿那桃签来说吧 要不是曹孟德打吕布来 这徐州不就没了吗 曹操一走 徐州保住了 曹操在临撤兵的时候 还给刘备写了一封信 不是卖个假人情吗 下书人把这信拿回去 给桃签一看 桃签很高兴 当即在率府大牌酒宴 款待孔荣刘备 滚张赵云 被这顿酒席吃完之后 把这些位给让到客厅 摆上香茶 这时候陶谦啊 吩咐人又把兵符令箭 和印信拿过来 陶谦手捧着这几件东西 走到刘备的跟前 干什么呀 他还是要把这徐州 拱手相让与刘备 功乃帝史之咒 帝史之咒就是皇帝的后代啊 是德高才广 理应为徐州之主 哎呦 刘备赶忙站起来怀礼啊 陶夫君 刘备猜书学浅 实在治理不了这么大的徐州 我是万万不能接过兵符 那么干嘛这陶谦 非要把这徐州让给刘备 陶谦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身体很不好 年龄也大 身边的两个儿子又不争气 不成才 他知道曹操此番一走 是雇老家去了 等他把老家安置好了 他还得回来去徐州啊 这徐州与其让曹操夺了去啊 不如把他奉献给刘备 那么刘备 为什么三番两次的 他又不要这徐州 其实按照刘备心理来说呀 他很想要这个地方 自从他出世以来 他还没有一个安身落脚之处呢 那么陶谦几次相让徐州 刘备怎么不接呢 刘备也不傻 他这不是受孔荣之托 来帮陶谦忙来了吗 到这就把人家徐州拿过来 这名义上也不好听啊 为此落个不义之名 那多不值得呀 是陶公主就让 是玄德就不要 推之再三 让之再次 迷竹一看不行啊 这么让是说什么玄德也不要了 他冲陶公主使了一个眼色 陶谦一想 既然玄德不要徐州 我再跟您商量个事情行吗 离我这儿不远 有一座城池叫小佩 我请玄德 暂且驻军与小佩 不要回平原了 我实话都说了 我怕曹梦德到那收过眼州之后 回兵徐州来 无论如何 请玄德在这儿 驻扎一段时间 小佩 所用粮草 都由我来送 玄德 不好再推辞了 只好点头答应 不回平原 斩住小佩 赵云 赵子龙一看 徐州的事情算完了 我得回令公孙在 他要告辞了 临走的时候 玄德拉着赵云的手 难舍难离啊 最后 刘贝都掉了眼泪了 送走赵云 他带着官张 和他的人马 就到小佩去了 把城市收拾了一下 贴出不够安民 几天的工夫 把小佩治理得很好 孔荣也就领着兵回北海了 过不多久啊 陶谦陶公主病了 病得还挺重 他让弥主有小佩 把玄德请到徐州 玄德走的并踏前 还没等问候 他的病体呢 陶谦又把那兵服令箭 和印心拿过来 现在他说话都很吃力了 坐在那后边 得用那枕头呛着 玄德公 老夫年迈 现在病势沉重 看来是疑病不起了 我的两个孩子不才 他们不堪国家重任 前两次 我想讲徐州 让于玄德 您坚决不要 那时候大斋看我 陶谦身体还行 现在我已经病成这样 您想一想 汉家的城池和徐州的百姓 无论如何 您把这兵服令箭和印信 拿过去吧 玄德一看 这 哎呀 公主 我不能要这徐州 我能容身于小配 就很不错了 我看你慢慢的僵养病体 很快 这病就会好了 陶公主 轻轻摇了摇头 我这病好不了了 玄德呀 我三次 共手让徐州 您不受 恐怕 您想的是 人事太担保 那不要紧 我给您推荐一人 此人姓孙明前 非常聪明机智 可以辅佐您成其大业 然后又嘱咐弥主 保玄德尽忠义 告诉玄德 我死之后 我这两个孩子 您还要多加教诲 往玄德公 前途珍重 说完之后 陶谦是指心而往 指心我死了 那意思就是告诉刘备 我是一片赤心 诚心诚意 把徐州 共手相让 玄德一看 放声大哭 弥主过来就解劝 徐州不可一日无主 您应该先把兵符令箭拿到手里 把文武召集来 提出安民告示 再置办丧事 玄德是一面安民 一面申表表奏 朝廷 她是占领 徐州目 我暂时先管理着吧 所以这个信就传到曹 从那儿去了 曹 蒙德就火了 好啊 我复仇没有报成 陶谦死了 最可恨的是这刘备 刘璇德 一刀一枪都没废 他把徐州得过去了 这怎么能行呢 老夫一定要兵伐徐州 先杀刘备 然后再把陶谦的尸首掘出来 以报复仇 马上传令 起兵 他的谋士寻遇过来 明公且慢 学生有几句话讲 先生有话请讲当面 明公这兵发不得 怎见得 说过去汉高祖宝观中 光武帝聚合内 都是先扎稳了一个根本 然后再取天下 有了根据力 竟可以战胜敌人 会可以坚守 虽然他们也有困难失败的时候 但是最终呢 还是完成了统一大业了 我说咱们应该先把眼周和蒲羊拿下来 把脚跟站稳准备足了粮草 振起军威 再发徐州也不迟 请明公才多 多谢先生的提醒 曹操不发徐州了 怎么办呢 抢粮食 这时候都抢粮 他抢啊 眼周的学来 也带着人马出来抢粮来了 曹操一听怎么 学来也出城抢粮了 那么说眼周现在空虚了 咱们兵进眼周 先把眼周拿过来再说 他让贬微微先锋 一边抢着粮食 一边进兵眼周 这光打眼周还好点 就路途上这一抢粮抢出货来 抢来的粮食不但没拉回来 叫人家都给扣下了 还把曹操的军马 给抢去了一百多匹 可把点微急坏了 这我回去见曹将军怎么交代 他一问手下军校 军校说前面有个大客子 就住在那个山道里 那这找他要回来 他不给呀 带我去看 点微催马过来了 果然在山下那站立着一个大客 头如脉头掩刺钢铃 垮下一匹马 手中横着一口大刀 那刀跟别人都不一样 连点微还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刀 那刀尖子特别长 往回倒转着 刀被子上还有八个大金环子 一台刀嘎啷一声 一落刀哗啷一声 特别甚人啊 这叫九尔八环象鼻子刀啊 点微的马到了 他在跟前就问他 是你抢了我的粮草和军马不成 这大个点点头 不错 就是我抢的 赶快还与你家将军 大个微微一笑 哗啷啷啷 把手中刀子闭横 你要胜了俺手中这口刀 我就把粮草军马 一提归文 撒马过来 两个人吹开战马 就在这打起来了 一百回合 没分胜负 探尸马 飞抱给曹操 把曹操给吓了一跳 怎么 有这样的猛将 我来看看 他吹马刀振前 这么一看 立刻吩咐 明金调点威回阵 一声罗响把点威给调回来 点威奇怪 把将军 我并未输于他人 因何调我回阵 点威将军你扶而过来 如此这般 嗯 点威明白了 待我再去战他三百回合 且慢 明日再战不迟 第二天一早 吃过了战犯 点威又来到山前 把那大汉叫出来 大汉撇了撇嘴 手下败将 你又来了 撒马过来 两人又打起来了 站了有个四五十个回合 点威是搏马就败 大汉随后就追 追着追着 就听耳旁哗愣愣这么一响 板马锁 哗那一下 这大汉有打马上 就掀下来 几个军族过来 把他绳鲀锁绑 绑进了中军大帐 曹操一看 特退了军事 让他出去 哼 岂有此理 他亲自给大汉松了榜 请来上座 治酒款待 喝着酒 疑问此人的名姓 此人姓许名处 自重康 哎呀呀 梦得一听可不得了 我是九阳大名 此位英雄 力大无比 曾横推八匹马 道夜酒牛魂 梦得一见此人 无比喜爱 就把他给收下了 拜徐楚为仗前都喻 在打眼州的路上 收了这么一位大将 然后曹操命徐楚为副先行 跟着点威去眼州 他们的人马一到眼州 徐楚就跟点威商量 说主公待我太好了 一见我的面 这么重看我 我现在是寸功未利 能不能这第一仗叫我打 点威同意了 到城前一声炮响 薛兰哪 抢了梁刚回来 他听说什么 曹操派人马取眼州来了 好啊 我正想要把曹梦得生擒活拿呢 交于吕布 带我去站 他也不知道身浅 摔人马杀出城来 和徐楚一见 通名报姓 二马盘缓 四个回合 叫徐楚一刀 把薛兰批于马下 薛兰的兵马 是连逃跑带投降 片刻之功 曹操就把眼州占了 占领眼州之后 饱餐战饭 兵取濮阳 吕布也刚回来 吕布划来了点粮食 想在濮阳这会儿 重新养一养他的锐气 然后好去打曹操 没等打人家 人家取完了眼州 奔濮阳来了 吕布闻到之后 陈公就告诉他 将军 这个仗咱们可不能再打 曹操这不是来了吗 咱们闭门不出 高悬免战 不跟他打 多着把他这梁靠完了 他撤了 就算完了 吕布不听啊 我怕他干嘛呀 曹梦德是我首席的败将 差点没让我烧死 他来了 又奈何妨 梦德刚到 吕布领人网 就迎出来 曹操早就安排好了 他派夏侯渊夏侯敦曹仁曹洪李点月进 徐楚点威八元将 战吕布 吕布再英勇 那两只手南敌四拳 这么多的勇将跟他一个人打 那怎么能行 二三十回合 吕布就滴滴不住了 叫人家曹操给杀的大败 最后剩下他自己了 驳马回城 刚到城边的 嘎一声 吊桥 提起来了 不让吕布进城 嗯 吕布奇怪 这怎么回事 城头上有人喊 感情蒲羊里 那大财主田氏 已经把蒲羊献给了曹操 你吕布再往前来 我们就如乱箭把你射死 帮子这么一响是乱箭齐发 吕布没办法 气得在马鞍桥上大骂几声 落荒而逃 陈宫 舍死望生 抱着吕布的家小 由打蒲羊西门逃出来 蒲羊丢了 这会上哪儿去 只好到定桃立脚安身 吕布刚到定桃 曹操的人马像潮水般的就拥上来 他不给吕布以喘喜之计 你想喘口气都不行 曹操的人马一来 陈宫又劝吕布将军啊 这回可说什么也不能打了 咱们要再把定桃丢了 那咱们就尚无片瓦盖顶 下午立追之地了 吕布啊 又没听陈宫的劝告 把个小小的定桃也丢了 这回啊是走投无路了 陈宫给他出了个主意 让吕布去投徐州刘备 还真不错 刘备把吕布给留下了 把小配让给他了 这位吕凤仙才算有个立脚安身之地 曹操打败吕布之后 平定了整个山东 他写表进京 以表自己的忠心 这些年呢 曹操从来和朝廷没断过联系 感情这是曹操的一个策略 如今谁在朝里边掌管的大权呢 李爵郭瑟 这俩家伙 自从杀死司徒王允之后 他们就把大权都揽过来了 俩人是心黑手狠 杀害忠良鱼肉百姓 比董卓残暴时分 他就连他的同伙 凡仇都给杀了 把张继啊 也给派到洪农去了 事隔不久 李爵郭四啊 起了内讧了 这俩人在京城里边打起来了 打的是不可开交啊 最后李爵把皇帝给截到了梅屋 郭四带着兵去抢 这俩人干嘛这么玩着命抢皇上 谁把皇上抢到手 谁就能有权呢 这俩在梅屋这儿又打起来了 李爵啊 扣着皇上不放 郭四啊 把所有的文武大臣都给压起来了 然后俩人就在这儿打 呼 大杀了好几个月 两下军兵死伤无数啊 这就是历史生那段 李爵郭四大交兵 幸亏啊 国舅董成和杨凤徐黄 救了皇帝的家 董成杨凤保着皇帝是到处奔跑啊 几经转道 最后啊 还得回洛阳 洛阳不是让董卓给喜结一空了吗 那也得往那儿奔呢 那是建都之地啊 皇帝也没办法 他只得答应了 哎呦 这皇上逃难呢 感情更惨 是人饥挨饿受冻 风餐露宿 有时啊 只能煮几把野菜吃 他们在路上一共走了一年零五个月 于公元一百九十六年七月 才来到了洛阳 李觉郭四听说皇生上了洛阳 这俩立刻点兵 指朴洛阳 打算把皇帝杀了 他们平分天下 这时有大臣给皇生献策 说如今天下能够制服李觉郭四的 只有山东的曹操曹梦德 您把他招进京来吧 皇帝一听 连夜下诏书派使臣到山东 请曹操 使臣刚走 李觉郭四 兵犯洛阳 天子当时下的是魂不附体 把这十多岁的小皇帝都给吓破了胆了 杨凤请战 说万岁勿庸 等二贼来了 为臣我与他决意死战 东城一听不行 不能打 为什么洛阳成国不顾 兵家不多呀 连一粒粮食都没有 这仗这么大 且不如奉圣驾去山东 偷草草去吧 别等来世回来了 地从提言 你说的这办法很好 当即起价 往山东进发 刚已出洛阳 好家伙 争辰毕日 筋骨悬天 哪来的人马呀 以为是李觉和郭四的兵马杀来了 感情不是 是曹操派来三元大将 典威许主下胡敦 这三位土帅的一万精兵是新封官 曹操在后边压着大队人马 三元将一箭李觉郭四的兵马 一催作技就过去了 三位大将杀了一个三字形 把李觉郭四杀得大败 李觉郭四两个随人还没等明白过味儿来呢 曹操的人马就到了 孟德手持宝剑 催开战马 身先士卒 李觉郭四哪敌得了啊 斩眼之功 被曹兵杀的 他们是四散奔逃啊 李觉郭四带着一小堆人马 落曹操为寇去了 曹梦德在洛阳城救了圣将 又收了一位谋士董昭 董昭给曹操出谋划策 曹梦德这才迁都许昌 曹操出谋划策